不過我們現在也要再來關注的是 華爾街日報所報導的 就特別提到說 中國竟然是不排除 會爆發金融危機 請教建勳 中國現在 如果真的有可能 爆發金融危機的話 還是因為房地產的一個問題 太過嚴重嗎 今天那個合碩的董事長 童子賢 他講說現在中美貿易戰 行從3.0 未來不排除 變成國安層級 變4.0 也就是說在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華爾街日報 他怎麼會講出 對中國好的聲音呢 當然反過來講 你在中國媒體就看不出 對美國友善的聲音 我們做基本面的研究 我們就不以人費言 我們來聽聽看 華爾街日報 他怎麼去評判說 這不排除會發生金融危機 的一個邏輯性在哪裡 這個整個文我大概看過 他邏輯性大概是說 第一個你的地方債 債台高足的 第二個是你的 還有就是房地產泡沫 最後導致你的金融機構 可能失禮 最後導致金融危機 他的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就來看MF講說 他說有一半的債務重組成本 會使金融的機構 承擔4600億美元的一個損失 我就問為什麼要重組成本 就是因為中國的地方債是不是很多 我常常到期的 我要借薪還救 借薪還救 我有手續費 我要重新做成銷 我要重新的去做Marketing 去做行銷 當然中間利息費 我也要再付 所以這個重組成本 就4000多億 所以光是利息跟手續費 就4000多億 那你就想想看他的本金跟母金 到底有多少 非常的高 那第二個 他如果用這些參數再下去推說 我的未來三年的成長率 就1% 那房地產繼續下滑的話 會導致我的銀行的金融資本 市主率會從11% 驟降到2025剩下7.1% 這個稍微解釋一下 資本市主率就是這樣子 我拿100萬去銀行存 那銀行把這存進去了之後 他又把這100萬拿出去貸款 那銀行是變空手道 所以金融機構是不允許這樣空手道的情況 所以被規範說 你還是要有自由資金 這個有點像自由資金的概念 資本市主率 對 就是你自由資金 去做的風險性的資產 他現在只有11% 未來只剩7.1% 你知道我們現在台灣有多少嗎 大概有14% 所以我們官方的監購 監理機構要求的 這個比例大概是14% 就是說我們的資本市主率 這樣子是不會有問題 但是中國如果未來掉到10%以下 就會有金融危機的一個可能性在 那最後所以他不排除說 會爆發金融危機 邏輯性是這樣 那三個步驟 就是第一個是泡沫的房地產 第二個是這個債務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他的金融機構的失禮 那我們看房地產的情況 碧桂園最近又出包了 他最近有一個 1500多萬美元的利息沒有到 最後期限之內還是付不出來 1000多萬美金 對碧桂園來講非常的小 你看他連這個小錢都跳票了 他未來還有152億美元 這個是要怎麼辦 你連0.15億美元都還不出來了 小錢都還不出來 這大錢 這個外來有很大的一個 衛報彈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再來看 中國的開發商指數 現在已經跌到了14年來的新低 我今天早上同事在看盤的時候 突然跳了 跳叫了一下說 上陣指數要跌破3000點 對 在今天真的是跌破3000點 股市就除市 就是這個經濟除瘡 所以中國的經濟在出一些問題 那再來恆大現在股價剩多少錢 剩0.26港元 0.26港元 大概只剩下一塊千來比左右 我們講說他已經是雞蛋水餃股 但是雞蛋水餃跟你說 你不要來蹭我的這個價格 你根本價格比我差很多 現在7的一個雞蛋大概要10塊錢 水餃大概一顆5到6塊 對 連七蛋水餃都不如了 對 所以說這個開發商指數 跟恆大的證券的 這個市值掉得非常的多 那最後就是要斷尾求生 傳出現在中國第14大的房企 叫做世貿集團 他的主席 他賣了這個養牛廠 我真的覺得他是養牛廠很厲害 他可以套餡多少 套餡50億新台幣 他到底是講的是金牛嗎 還是什麼乳牛 不知道是地很厲害 還是他的牛種很厲害 總之他把這個澳洲的這個養牛廠 套餡了50億元 我們知道那個恆大的許家 已經被收押了 所以現在很多賣房子的賣房子 賣飛機的賣飛機 現在連乳牛廠 養牛廠都拿出來賣 所以套餡 所以反映出來說 中國有沒有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可能是有 但是我們不斷定 我們就繼續的再觀察下去 好 不過我們要請 今天現在帶我們看 中國大陸的這個車市 如果光看表面的數據 你會覺得 他好像賣得越來越好 但實際上 這中間是有貓膩的 你在剔除掉出口之後 他其實已經是五年 都是在下降的情況 其實今天我們講的是 中國大陸的車市危機 但其實 這個特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 已經先戳破了 美國車市的危機 你知道嗎 馬斯克他自己說 高股高息的環境 不利於汽車的一個銷售 所以這此話一出 讓特斯拉股價下跌了 9.3個百分之 然後台灣很多特斯拉乾淨股 也都鼻青臉腫 相同的邏輯 在淡貨大陸也是這樣子 他看起來這個紅色的出口 包括整個車子的賣 看起來賣得不錯 但是你剔除了衝口 其實是連續五年 內需市場是在下滑的情況 所以他主要都是以出口為主 所以這個是中國車市的危機一 中國車市的危機二 就是最近歐盟在對於中國的車市 出現了反傾銷調查 所以以後你要賣到 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 可能就沒有那麼的容易 第三個危機三就是 他們最大的明德時代 就是他們的電池大廠 市占率最好的 目前市占率 是不斷的在往下掉當中 他說中國市場的車子賣不動 是造成它往下掉的原因 200萬台幣的電動車賣不好 我可以接受 100萬的賣不好 我也沒想可以接受 你知道現在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都多少 都10萬塊人民幣 就是四五十萬的電動車 如果連這個50萬 50萬 40萬電動車賣不好 我就會覺得這個經濟體 可能是有問題的 我們最近在網路上 也有一個很大的討論 熱搜 就是你的存款有多少 而且在年輕人 造成了很大的一個討論 所以我們來看 你的存款區間在哪邊 佔無存款12% 零就是月光族 大概只有零 那一萬就是人民幣以下 9.3%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兩成 有兩成以上的是窮忙族 就存款不到人民幣1萬塊 大概是台幣4萬 對 那不只如此 還有工作 他是跟工作10年之內 都叫年輕人 就是大概30歲以下 是工作10年之後 存不到錢 他有40%左右 是存不到10萬塊錢 就是你工作了10年 理論上要娶妻生子 要買房子了 但是他存款 其實是不到10萬塊錢人民幣的 其實這個表格裡面 我除了看下面之外 我還有看上面 上面是看人家 人家滿沮喪的你知道嗎 存款100萬以上有多少 6.3個百分點 就是說工作10年以內 我有6%的人 是存款 存到400多萬新台幣的 到底是存哪邊來 所以熱搜裡面 也在討論說 你這是不是靠爸族 你這是不是靠媽族 你這個裡面 到底有沒有鎮餘的情況 甚至貧富差距很大嗎 M型化其實很嚴重 剛剛監訊到我們看到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中國大陸有爆發 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尤其現在年輕人 事業率高 也導致很多人的手上 幾乎是很難去存到錢的 特別提到說 未來一到兩年 會看到更多的 邊緣AI相關需求 要請教建勳 這當中特別提到 像是手機 PC 他們會在裝置增加AI功能 像是類神經引擎 究竟什麼是類神經引擎 其實台積電 不只是我們互惡神山 其實也是我們投資人的 一個投資名燈 其實台積電在一個月前 就講了一個矽光子的東西 就是在半導體的一個 在九月的半導體展的時候 對 就直接在展展的這個東西 就過去的一個半月 都在展這個東西 矽光子 昨天的總裁魏哲嘉 他就特別提了這個 類神經引擎 或類神經網路 這樣的一個東西 雖然因為今天 整個大環境不好 相關的個股沒有被帶起來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已經提了好幾次了 他在不同的場合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在台積電未來 不會缺席的一個投資議題 也是這個趨勢 其實什麼叫類神經網路 它其實是一個學習程序 或是深度的學習 它有點像我們大腦或神經 深度學習 對 它會互相的連結 跟互相的 特別是它可以適應 從錯誤中學習 然後再適應這個系統 我們想說這個邊緣運算 這不是已經聽過一兩年了嗎 為什麼這個邊緣運算加AI 會變成一個新的應用 就看起來 他們已經就掌握到相關的商機 因為他已經明確跟你講了 我的客戶 我的需求 就從現在開始 而且我的三奈米 從下一季就開始要量產 特別是像電腦的視覺裡面 以前我們也有一隻 在開車自駕的時候 有一隻狗過去 我們那個是用特別的光打過去 再打回來計算 它到底是距離現在 距離有多遠 現在根本就不用 我等於像這個晶片 就有點像眼睛的概念 我直接一看就知道 它往這邊衝 所以我要煞車 這個就是視覺的概念 第二個語音的概念 我們現在不是很多 什麼Google都可以語音輸入 語音辨識什麼有的沒的 但可能未來 它可能聽到隔壁的人 在尖叫的時候 車子就自然煞停了 或者是聽到別的車子 在煞車的時候 就自然煞停了 所以這種語音